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贵州省前东南地区 大山深处的一个苗族村寨 叫乌洋麻 而我们现在正穿行的 这条碧绿碧绿的洋昌河 可是贯穿了整个寨子 你看这个寨子 是一山而建的 非常的漂亮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贵州是苗族人口 分布最多的省区 而这儿呢 前东南又是贵州 苗族人口最多的地区 不难想象 分布在这儿的苗族村寨 也是数量众多 不过我们今天来的 这个苗寨呢 可是有点不一样的 究竟怎么不一样呢 快跟我来看看吧 乌洋麻是苗宇的音役 亦为山水环绕的地方 全寨依山而建 傍水而居 共有72户 人口320人 苗族人口占99% 寨子主要分为 陈家寨和龙家寨 两寨隔阂相望 这里风光隐隐 偏僻清幽 被人们称为苗寨里的 世外桃源 苗族是最早的稻作民族 在上古时期就种植水稻 一直都过着刀根火重的生活 由于山区地势起伏大的原因 这里的稻子不同于其他一些地区 普遍产量不大 却生长得很高 这里的稻谷脱壳 做成的大米或糯米 颗粒饱满 煮成的饭香甜有粘性 是市场上抢手的优质米 作为世代以稻谷 为主要农作物的乌洋麻村民 自然个个都是重道高手 九月 稻田里的穗子 已渐渐由青泛着金黄 盼望着一年 能有个好收成的村民们 终于等来了最忙碌的季节 这不 村民陈德光福气二人 一大早就出了门 这一大早上是要去忙什么 我们去收刀骨 收刀骨 我能跟你一起去看看吗 可以了 好 那我在这儿 好 那我们也一起去收刀骨了 来 走吧 出发 乌洋麻地处压热带 激风湿润性气候区域 村寨内耕地面积 共有671亩 水面三百多亩 林地两千多亩 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 造就了这里极其适宜种植多种农作物 虽然现在交通便利 但是多年形成的生活方式 使得这里的人们仍然过着 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生活 成大哥 这些都是您家的田吗 这不是家的 我们旁边这些 为什么收完了以后 还要把它们立在这儿 收完了我们立些 把它捆一下 塞干 不过成大哥 我现在拿着镰刀 觉得无从下手 这怎么割呀 拿来我教你一下 什么 左手轻轻 把它捆一下 一把 右手轻轻拉上 拉上 轻轻 这是往斜上方向拉 为什么一定要这个角度呢 因为这个速度比较 用力稍微的 比较平的 斜的拉 你试一下 好 我是这个 还不太好捏住 使用镰刀收割稻子 是传统的农耕方式 古人用智慧 除了开辟凉田 更是创造了一件件 具有高度 实用性的农具 巧妙技力 往往会事半功倍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快 稻子收割了一大片 不过眼看临近中午 这肚子也开始 咕咕叫了起来 在陈德光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一片 刚收割完的水稻田边 陈德光告诉我 今天中午要吃点新鲜的 不过 想要吃 那得亲自动手 原来 这水稻不同旱道 为了满足土地的 最大利用率 和生态系统的循环功能 乌阳麻村民 常会在水稻田里 养一些适宜生长的鱼 名为稻田鱼 每年三四月份 在插秧后的七至十天 便是投放鱼苗的时间 等到九十月份 水稻快要成熟的时候 稻花鱼也就肥了 一片土地 两种产物 这就是乌阳麻人的 农耕智慧 好像刚刚有一条鱼 从我脚边划过 戳了一下我的脚 那我们怎么抓鱼 有什么技巧没有 用到两只手 边边就抓起 对 就这样 就这样做 可是这水这么浑 什么也看不见 做水要生了 要慢慢地抓了 做水很生 沾满泥水的双脚 稻碎间洒落得汗滴 肆无忌惮的刀花鱼 在眼前穿行 陈德关告诉我 每到丰收的季节 他们夫妻二人 每天都要忙碌 为了节省时间 他们时常会在自家田里 捕捉稻田鱼 就地取材 新鲜烹煮 经过山泉水的清洗 满是泥水的稻花鱼 被陈德关处理得干干净净 现在感觉香味 已经慢慢慢慢地散发开了 重要的 这是收获的感觉 要加料 这是什么 酸 是不是我们苗族的朋友们 都要吃这个酸 对 乌阳麻村地处山区 自古以来 这里常常受到 交通不便的影响 导致生活用品短缺 尤其是食盐的匮乏 久而久之 这里的人便创制出一种 以酸代盐的饮食调味方法 酸汤 酸汤一般来说 分为红酸和白酸 眼前的酸汤 就是由西红柿和辣椒 制作的红酸汤 而酸汤鱼 就是将鱼处理后 放到酸汤里进行烹煮 煮熟后 就是一道美味佳肴了 美食开锅 汤鱼皆沸腾 先喝上一口酸汤 浓郁的酸辣味 让全身心瞬间得到满足 要虚也要辣 太好喝了吧 这个酸汤 它不是很浓烈的那种酸 就是酸到最后呢 是很柔和 甚至还有一丝甜味 还有点辣 辣 就是虚辣虚辣 就是有点辣 对 特别开胃 我觉得这一口汤下去 这顿饭可能要多吃一味的量了 那我就赶紧吃鱼了 浓郁的酸汤 作以当地烤辣椒制成的蘸水 一口鲜嫩的鱼肉下肚 人间美味 就是此刻最好的诠释 尝一下 香不香啊 好嫩啊 对对 我们自己刚刚在稻田抓上来的鱼 这个嫩度啊 真的和平时吃的差别好大 是啊 而且它还带着一种清香味 这个清香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稻田边上 真的有一丝丝的稻香混在里面 像这样的一顿午饭 是不是你们二位经常出来干活 最正常不过的了 是 我出到外面干活的时候 经常在外面吃 青山之下 水到天边 热腾腾的酸汤鱼冒着烟火气 新鲜碰煮后的美味 萦绕在这山野之间 对于陈德光来说 最日常不过的美味 却是苗族人最特殊的情感连接 在这山野之间 崇鸣鸟叫间迎日头而上和夕阳而归 伴着稻香还有野果的味道 陈德光的生活或许就是乌羊麻人最常见的缩影 据记载乌羊麻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这儿的人自古以来过着以稻田种植为主要农作物的传统农耕生活 不过有意思的是 这个村寨的村民在十几年前却开始悄悄干起了一件大事 如今这件大事早已帮助乌羊麻人过上了新的生活 说到这儿 我决定寻找一位叫杨登学的村民 以及感受他的新生活 杨登学今年五十五岁 常年在家务农 作为苗族人 自然也是以水稻种植为主 不过他却有点不一样 除了水稻 他还种了些新东西 八年前在当地政府的号召下 杨登学和村里人一起开始尝试种植羊水果 蓝莓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加上引进的前沿技术 让外来品种在乌羊麻彻底扎了根 自此村里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 从人均年收入不足两千元 到如今一万多元 这样实打实的变化 让村里人也都增加了一个新身份 蓝莓种植农户 杨大哥 这是走了好长一个斜坡呀 抬到房子旁边 我们村子的这些房子都是一身而建的是吧 是 您家还远吗 我家在这边 这里 这就到了 是你的斜坡拐上来 还有一个斜坡 这地上有好多图案呀 这是什么 吹炉生的人 吹炉生的人 这个是什么 这是女角 这在斜坡上就能感受到 我们苗族的这种风情来了 走上来就到您家的房子了 这是纯木制的 两层小楼 这木房 这里是正房 这里是厢房 我家的厢房 正房 厢房 乌阳麻村寨的房屋建筑 极具苗族特色 站内二层吊脚木楼 和三间两进吞口式木制平房 占90%以上 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但这里的村民仍然习惯就地取材 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山林之间建造房屋 供家人居住 这个门还挺有意思的 这是门外还有一道门 那是腰门 腰门 腰门是小门的意思吗 有一道大门 外面有一层小的叫做腰门 可是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腰门呢 因为把那个大门打开了之后 把那个小门关上 它是这样关上 那个接一下 所以就进不去了 它是有实际功用的 而且我发现这样的话 通风也还是很方便的 是吧 对了 杨大哥 我刚突然想起来 你路上不是说要带我来做蓝莓酒呢 等一下我给你们准备一下 蓝莓成熟季节为六到八月份 果实表面呈蓝黑色时 极为成熟 每到采摘季 乌阳麻人会把采摘下来的蓝莓 进行批量销售 转换成切实的收入 由于苗族人喜好喝酒 往往都会留下少量蓝莓 在自家酿酒 酿出的蓝莓酒 一般不会对外销售 往往是自己喝 或是送亲朋好友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锤这个蓝莓了吧 这怎么锤啊 您先试试我看一下 可是这样蓝莓不会非溅出来吗 不用力 你用力它就掉下山了 这个看起来还挺轻巧的 我试一下吧 好 可以啊 来 我在哪边 在哪 在这边 在哪边 就是成条的两边是比较方便 锤打是吧 这个是吗 这个锤子我觉得得有个四五斤吧 挺沉的 与市场上常见的浸泡工艺和勾兑工艺不同 乌阳麻人制作蓝莓酒 往往采用传统的发酵法 采用新鲜的蓝莓进行揉碎压制后全部装弹封闭 经过一个月以上的发酵 再用柴火烧制进行蒸馏萃取 酵造出的蓝莓酒没有任何添加 香气十足 口感最人 待锤打蓝莓至软弱粘连的程度时 搭配上酒区和母酒 搅拌均匀后一起装弹 这就算是完成了蓝莓酒酿造的第一道工序 就这样 可以吗 可以了 这是我封的第一毯蓝莓酒 可惜要等上一个多月以后才能尝到 希望它是一毯美味的酒 热情的杨登学 知道我没有品尝到蓝莓酒 心里会有遗憾 特地去邻居家 借来了一瓶刚刚酿造好的蓝莓酒 看着眼前晶莹通亮的蓝莓酒 我忍不住要赶紧尝一尝 它其实并不是很辣 果香味挺足的 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听着蟲鸣鸟叫声 我觉得整个人所有的疲惫都可以卸下了 像杨大哥你们平时是不是干完农活 经常就这样坐在小院里头 我看您这一整天真的是一直都在笑 在笑 希望西会政府啊 政策相当好啊 就是相当高兴的啊 多老多胆啊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杨灯穴告诉我 蓝莓酒 酸汤鱼都是五阳马村最常见的美食 由于独特的制作和储存方法 外来游客在一年当中大多数时间都可以品尝得到 喜酒 好酸 喜酒 好酸 忙完了一天的农活 杨大哥和许多村民一样 喜欢在自家院落闲座 听着河水川流而过的声音 喝点小酒 或者和邻居们聊聊天 这样平凡的日子 每天都在这里上演 听当地人说 作为苗寨里的世外桃源 这里除了青山绿水 稻谷田鱼 蓝莓酒香吸引人之外 隐匿在大山深处的苗族文化 更是外来游客的焦点 其中独特的苗族迎式和服饰 必然最受瞩目 年轻的苗族姑娘吴兴燕 就深谙这旅游热潮中的门道 好漂亮啊 这个是在做什么呢 在整理一下迎式 我们明天有活动 可以给游客展示一下 我们也可以带 游客也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你手上拿的这个是头饰吧 对 头饰 这是比较大个一点的 像这个有两三斤吧 这个是我们苗族这边最美丽的花 苗族迎式种类繁多 从头到脚可谓是无所不适 不仅如此 苗族迎式更是以大为美 以重为美 在苗族人看来 迎式的多少 代表着家族财富的分量 和苗族姑娘的大气 传承千年的苗族迎式 以其多样的品种 奇美的造型 与精巧的工艺 不仅向人们呈现了一个 瑰丽多彩的艺术世界 而且也展示出一个 有着丰富内涵的苗族人的精神世界 这些漂亮的迎式 这真的是美丽中的美丽啊 我都想尝试一下了 可以啊 想要衣服和帽子穿在一起才好看 好 那我给你拿衣服 给你可以戴一下 好嘞 今天我也要感受到 苗族姑娘的美了 我这件啊 是湖蓝色 好漂亮啊 好 来 我帮你记着刻 这里最容易 最难记的 对 自己看不到啊 对 要让我帮忙 乌羊麻的苗族妇女服饰 属于苗族长裙型 妇女的衣服型款 是不分老幼的 都是幼刃型制 也就是把扣子都扣向右侧 衣料大多选自 织花椒土布 边缘则是以字编花带 下穿长裤 前后各系上围片一块 如果说银饰是 苗族女性的代表标志 那么服饰则 则代表着苗家人 独特的艺术作品 这些多姿多彩的服饰 名在着苗族历经磨难的历史变迁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和古往今来生活环境的浓缩 吴兴燕告诉我 几年前 当地政府大力投入资金 对乌羊麻进行乡村旅游的开发 外来游客经常来这里过周末 或是度假 体验原生态的农耕生活 他们不仅能亲自捕捉稻田鱼 酿造蓝莓酒 更能和苗族同胞们一起再歌再舞 品尝纯正的苗家美食 最近正值丰收季节 村干部们趁机组织了 本村的农家乐和村民们 全力打造热闹的丰收节活动 吴兴燕说 苗家的旅游活动并不是每天都有 一般在特定的时节进行举办 来了可就不能错过 长桌宴上 酸汤就是唯一的主角 不需其他美食搭配 一锅酸汤肉 足以让在场的每一个人 垂涎三尺 如果非要和酸汤搭档 那就必须是苗家的自制美酒 一到高山流水 就是苗家人热情好客的最佳见证 睡觉 GY здесь 浓� Dark 可能是苗家人热育 汤黄 也不像是苗家人热育 汤黄 有正有才 vần 好 那... 可笑 好 来 cry 老ark наш 太开心 晕了晕了 不过真的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太开心了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队伍里面 可能我踩不上这个点 动作也不太会 但是就能跟着大家很自然地加入进来了 这就是一种气色 风收节的到来 让游客们从全国各地汇聚于此 一睹着世外桃源般的苗寨风采 在苗族人极具张力的表演下 游客们也被这份野性的热情带动了起来 古老的舞姿穿越了千年 把苗族儿女的文化与风情 传递给了每一个人 这是藏在大山深处的一个苗寨 更是让无数人心生向往的世外桃源 这里的村民带给我太多的感动 太多的温暖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不断追寻着更好的生活 却又接受传统 依然保留着沉心理荒会 带约喝除归的生活方式 一杯蓝莓酒 一碗红酸汤 小弟 这就是乌洋麻人最大的底气 那么下次我们还会遇到 哪些美丽乡村呢 敬请期待